那是交完 有水 因為 主機會不會打算留一點點 交完沒有任何 交完沒有任何 有 交完我會扯 有 等一下教你嘛 那樣的做法而已 再來我們講 魚腳關係 你看一下第三點 先看一下第三點 他說 來看一下魚腳 他說 如果鑑於0到90度 seta是一個瑞腳 則sin的90度-seta就是cos cos的90度-seta就是sin 可以接受嗎 sin跟cos 魚腳 魚腳就是什麼 兩個相加為90度 交互 可以嗎 然後則他們的sine和sine值可以錄 來 舉個例子 來看好了 如果今天這個我們叫seta 仔細看仔細看 來這是seta 這個叫90度減掉seta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 輕易自己寫 對一下 來 那我們如果定義 它的sine值 你看一下 是不是叫來 我可以直接形容 叫c 這個叫a 這個叫b 它的sine值 不是sine 是sine 它的sine值 sine值 它的sine值 就是c分之a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這裡寫一下 sine的seta 就第一層c分之a 可以嗎 那如果今天我們把這個直角三角形 經過倒下來的動作 我把它倒成什麼 把它倒成 上面是senta 下面的參考角我把它當成90度的senta 這樣剪 然後這個90 可以接受嗎 我經過一個簡單的倒下來 然後翻過來的動作 可以嗎 得到一個左邊的直角三角形 現在參考角我以90度-senta 原本的三角我以senta 去做比較 那現在它的90度-senta 那我們一樣把它對應 編長關係寫出來 senta的對邊是a 90度的斜邊是c 然後這一個叫b 你發現了嗎 c分之a很明顯變成了誰 是變成了它的cosine值 看得出來嗎 c分之a是變90度-senta的cosine值 所以我就得到了 這個就是cosine的90度-senta 看得出來嗎 其實蠻簡單的 那接下來我用綠色筆再寫一個 那你看喔 cosine的senta叫c分之b 那c分之b 現在是反而變成了它的sine值 看得出來嗎 可以嗎 看得出來 所以它的cosine就怎樣 就變成了c分之b 也就是sine的90度-senta 意思就是什麼 當你的角度相差後 不是兩個角度相加是90度 則cosine是sine的度 sine是cos的度 我舉個例子 什麼時候用 例如這個 cosine的30度 cosine的30度 我也可以把它寫成sine的60度 真的嗎 我們剛才來翻看這一張 你翻開 滴滴三角形 去比較 cosine的30度 跟sine的60度 是不是一樣的 去看它的數字 是不是一樣的 可以嗎 所以很明顯喔 只要這兩個角度相加是90度 我們就有這個負魚的關係可以用 可以嗎 它叫魚角關係 來 你幫我補充多一點 請你幫我寫上去 欸 我寫上去 講一下沒有 請你幫我補在那邊 則tangent的senta 乘上tangent的90度-senta 必定等於1 來幫我補充 多補充就比較有關係 有看到嗎 講一下沒有 請你自己寫 在第三點比較有關係 還沒幫我補充這個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也是魚角關係 只是的是tangent的魚角關係 怎麼看一樣的做法 我用橘色的 來 原本的tangent 是不是叫b分子a 後來的tangent 自己猜 是不是叫什麼 是不是叫a分子b b分子a a分子b 相乘是不是一定等於多少 一樣 可以接受嗎 b分子a a分子b 這senta加上90度-senta 合為90度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魚角關係 好 好 來有了這些 我們已經補充的差不多 齁 我們題目蠻完整的 可以放這邊 可以也太 可以放這裡 好 我們一過之後再回 好 來接下來 我們看範例期的比方關係 我們下次補充一個提琴的題目 好 來 比方關係 很簡單 剛剛才已經幫你把基本上那幾個三個性子都講完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一個個來做 例題七 平方關係 上堂課講的 如果senta是一個瑞角 且cosine的senta等於十七分之五 可能十七分之十五 則sin跟tangent 對 欸 欸 欸 這裡寫平方關係 欸 可是好像不用平方關係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講什麼 因為它的sine 是不是可以直接寫成什麼 這個可以直接把它寫成 用直角三角形 剛才我有講 知道一個三角的函數詞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直接 用直角形 可以嗎 斜邊是十七 cosine 叫做什麼 十七分之十五 十五 多少十七 欸 什麼多少十七 嗯 什麼十五十七 八 八 八十五十七 知道這一條是八 那你的sine 就直接寫出來 叫十七分之八 可以接受嗎 但這樣子的方法 能不能利用到的例題七 希望我們用到平方關係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就用一下 好不好 要不然都沒用到 心不通通的 會 會心理通通的 來 那我們做一次 那平方關係 來我們補一下 平方關係 平方怎麼做 很簡單 平方關係我們利用的是 sine跟cosine 平方等於1 在以前三角的函數還有一個 sine跟tangent的平方 叫做1 叫負 sine跟tangent 我以前的老師講過一個很單小的話 我覺得蠻有趣的 你們知道嗎 sine跟cosine我們講一下吧 用tangent 對 對 好 好 看看 來這裡 好 來這裡 來這裡 你記得放看看 好 好 來 sine的導數叫 其他有一個名字 叫cosine跟tangent 對 對 cosine跟tangent cosine的導數叫tangent tangent的導數叫tangent 你都要講什麼話 以前我六個聲音講過的時候 我們最近有個老師跟我講得很爛 他跟我說 你知道 sine的導數 他有一個笑話在哪裡 我真的偷偷笑嗎 他說sine的導數 你猜一個結音戰 sine的導數 然後 我是講錯了 應該是說cosine 猜一個結音戰 cosine cosine cosine猜一個結音戰 sine 是 sine sine 好 阿 我就是分享到 可是 平方 我們還是用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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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导宿 你幹嘛不要生氣 善导宿 善导室 請問這善导室 不知道善导室 我想請問你們之後三個杯再調早一點點 今天晚上這邊 我問到 我們只能往這找 反而是 要不然就去巴羅 你把我 對啊對啊 我一開始知道巴羅 不好意思 你用這個文章 我知道了 他現在要進來了是不是 那五點 五點差不多五點 要緊張 稍微 稍微 稍微冷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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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寧跟口賽寧是1 可以接受嗎 賽寧跟口賽寧是1 那我們如果利用 口賽是17分之5 所以我們就知道 sine的平方sine加上 17分之5輸的平方 就是等於1 然後sine的平方 是不是可以寫成 1減掉17分之15的平方 注意喔 我有把它展開來嗎 沒有 再講一次喔 聽懂嗎 我沒有把它展開來 這個就是什麼意思 知道了 算了算了 我把它展開來 其實沒展開比較好算 因為你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17的平方 是不是可以寫成1加17分之15 跟1減17分之15 兩個數相乘 好不好 繼續體會啦 那這一題的答案 17分之15 1加17 17加15 2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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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2 32 32 乘到多少 17 15 12 所以是2的5次方 2的6次方 所以你把sine開分號 sine santa開分號 就是正負 17分之多少 22的5 22的6 欸為什麼是6 喔22的8多少次 因為它是3次方 所以17分之8 但是你要小心 因為santa是介於什麼 0到 90度之間 銳角的santa 是不可能會有負值的 到1之後才會有負值 所以負不合 所以我們取正了 好不好 這是 平方做法 但你會發現平方做法 跟紙張 這麼簡單 你幹嘛要平方 聽得懂嗎 這簡單 你不懂 那另外一個 我可以幫你寫出來 他說tangent的值 tangent的santa 等於多少 tangent的santa 可以不用平方嗎 你直接寫 tangent的santa 多少 就是15分之18 對不對 好不好 15分之8 好 15分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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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3 4 2 3 3 4 3 我現在都忘記了 你真的是下流一直講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有個你們的 那個時候我們要選Sigma 他講一個很爛的Sigma Yeah Sigma就算了 接下來我們講那個 範例 範例其實你幫我看旁邊補充一個Sigma 他說Sigma的k從1到45 然後cos 平方2k-1的度數 度數不斷的用k去做疊代 代入1代入2一直代代代到45 同學別玩了 1 2 3 4一直代到45 請問總和是多少 看了我們題目吧 看了我們題目吧 這個馬忘記了 其實就是把1代出去 把2代出去 一直代到45 然後把它加總起來 這個Sigma是selection的意思 就是把它總和起來 可以嗎 那我們先試著列出幾項 因為你可能不太熟悉 可以嗎 可以用1代寫出第一項 你會得到2-1是多少 沒反應 1嘛 所以數就是cos的平方 1度行 少1度 再加上什麼 cos的平方 幾度 2代先來 222 4-1是3度 可以接受 然後再來cos的多少 5度 一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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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加到cos 幾度 還不行了 欸 一點點 加cos的幾度 這是89度 看我們多列子 87度 加cos 89度 來 請到這邊 你檢查一下 然後檢查一下 請問我們有辦法相加嗎 來 這我們有辦法相加 完全不行 為什麼 因為1 3 5 7 所有的cos我都不會算 聽得懂嗎 所有的cos我都算不出來 只有一個人 45度 其他人 1 3 5 7 最好是算不出來 但你發現了嗎 這有訣竅 它有什麼方 平方 平方會想到誰 平方 差個屁 都相加 差個頭 是不是可以想到 口平 加sine 的平方 等於1 聽著頭來講什麼 口平加sine 的平方 欸 它有sine 沒有看到嗎 那哪一個是sine 我可以講 每一個都是sine 每一個都是cos 好 你在講什麼東西 欸 轉變 我們可以利用 魚角的關係 把這個變成什麼 sine 平方的1度 就是這次 魚角 cos 發射手度 是不是等於sine 平方照照 sine 加cos 就是1 聽得懂嗎 所以它用了蠻多的東西 第一 考以前sigma 第二 考你的平方關係 第三 考你的魚角關係 這個題目 還蠻好的 可以提供給各位 知道一下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接下來 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有什麼性 對稱性 就像等差數列一樣 中間相乘像素 直接就是答案 那你的像素是什麼 總共從1到89 這裡有寫 總共45相 那你的中間相又是誰 每一堆叫1 中間相是不是就是 2分之1 真的嗎 你的中間相叫 口散45度 口散45度 叫根號2分之1 根號2分之1的平方 是不是叫2分之1 中間相確實也是2分之1 聽得懂 我們在講什麼嗎 所以你可以直接怎麼描繪 直接寫成 2分之1 乘以45 就是答案 答案是2分之45 怎麼來了 中間相 中間相是誰 來幫你寫下 根號2分之1的平方 也就是 口散45度 來 先看一下 那怎麼寫呢 再講一次 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口散 換成sine 這樣子就可以 變成什麼 前後變成一組 這一個一樣 可以把口散換成sine 用魚腳關係去做轉換 是不是可以寫成sine的平方 87度可以寫成3度 口敏加三度 就變成1了 聽得懂嗎 可以嗎 所以就變成類似等差速列 中間像是有小數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來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胖子都要照一下 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是要在八樓的時候 對 如果下次不在八樓上課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上完 今天辛苦各位了 雖然我們沒有把他上完 但是我覺得 前面的一些例題 我都講得很完整 我基本上沒有跳什麼東西 而且 你有跳 好像 哪有第六題 哪有跳 換你六題 換你六題沒講 有時候我笑一點的 感覺就跳跳了 我現在直接講 換你第一題 沒有 換你六題有講 換你六題有講 來來來 換你六題打開來看 有 有寫 他有寫 是你沒寫 我有寫啊 我沒有聽到耶 有 我有講 請回去自己看袋子好不好 請回去自己看袋子 那今天如果上課題有問題的地方 你可以先 先問啦 其實可以直接問啦 不一定要先看袋子 好不好 那你如果想再複習一遍 你可以自己去看袋子 多看幾次好不好 好 那就這樣子囉 那你有問題的 可以留下來去問我們 好不好 就這樣 你寶貝 好不好 人家可以問這樣 問完再做 那你其他講話 你們需要課程進度 稍微快 這不是有問題 這不是有問題 要復習高音的 對對對 復習高音 呵呵呵呵呵 我們可以等選擇做事情 來 如果你們有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課程要到這邊 你想問的留下來問 不要直接走 不要直接走 我為什麼 幹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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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